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義大利對上德格的對決 哥德爾的話簡單快速介紹一下 他的步兵非常便宜 到地獄時代有六五折 黑暗時代開始就有減免了 好像是20% 他打野豬的話傷害很高 只要幾隻串門就輕鬆把野豬給吃了 他的肉類獲取也比較快一點 只有野豬的樣子 打獵的啦 那路的話應該也是會比較快一點 那吃癢的話速度是一樣 那他比較特別之處就是 帝王時代有火槍可以用 那他遠程比較相對弱勢一點 通常還是會打步兵喔 哥德爾的話步兵可以打之外 騎士 城堡時代其實也是可以打 那弓兵也是 好 那就看一下哥德爾會做什麼一個選擇吧 好 那來看一下義大利 義大利的話他的文明特性喔 就是生時代會便宜一點點 那他有傭兵 還有他的奴兵喔 勒納亞是打奇兵專用的 所以這場應該是不會看到勒納亞 比較有可能是打火槍 因為義大利的話火槍單位會減免20%的費用 所以也是非常省的一個文明 那他的大學啊 因為那些科技也比較便宜一點點 那會比較適合打一個火槍路線 那就是城堡打步兵 裝甲或是騎士喔 如果是我會打騎士 集中性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看一下怎麼發揮吧 那MAX這位玩家應該大家也蠻熟悉的 我覺得不多介紹了 那對方也是喔 好 那OK來看一下對方雙方的地圖 雙方地圖金在左邊 還行吧 但是有點靠對手那邊了 所以不太好 那這個果樹就比較尷尬了 如果要圍的話會很難圍 這個地方很容易被打出一個破口 如果對方有前期就騷擾的話 這邊是難圍的 這邊要圍的地方太大了 而且你圍這個地方的話 這裡還是個高地喔 高地很容易就對手站在這個位置 然後一直射你果樹 就很麻煩 好那我們先快轉喔 先看配置 那我們直接跳坐大後期 看一下兩邊會做我們的選擇 好 哥德的家裡看起來是蠻好圍的 這裡都輕鬆圍輕鬆圍 然後用TC做個防線 但比較尷尬的是他的金在外面 會很麻煩 但裡面有小金是還行 那這塊金的話到城堡時代才可以挖了 OK呢哥德的黑暗時代點出了棒棒 三棒棒的話點完之後 還可以 有那個點下支付的金喔 這還蠻划算的 點三隻棒棒不虧 OK那兩邊都在做騷擾 哇然後這兩隻村民居然來蓋塔 好讓這邊村民挖木的全部拉走 好順便還可以偷射這個木牆 但這邊哥德有發現了 還是趕快先上了房子 好那這邊義大利工兵出門 那哥德出了戰盲 兩邊交錯而過 沒有發生對撞的狀況 看起來前期會打得比較無聊一點 兩邊都是為死 打被動的 後面要主動攻擊的一個想法 好 這哥德這邊點下一擊射 要來防守這邊的小弓 這邊不點一擊射的話 好像有點危險 這邊兩邊戰毛在護射 好戰毛過來擋一下 但是對方小弓有點多 還是可以喔 那這村民有點危險啊 被擊火就死了 唉唷有拉走欸 欸這個細節他有在看 那這邊小弓死了一隻 這幾次都好了 那兩邊都點下了城堡時代 時間都差不多 那都一擊木一擊田都點了 但比較特別的是 義大利這邊還有選 先點一個輪走的關係喔 所以村民樹上面 賬命掃五村 但有人會說 到底要上層點輪走 還是不點輪走這件事情 我覺得上層點輪走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撒田這些村民喔 需要來回移動 那這個 這邊的村民也是 挖木頭的村民 比較會需要移動的狀況的話 輪走還是早點點會比較好 經濟會更優一點 好 那戰毛這邊過來看一下 能不能打到點東西 但不太可能 對方都已經上了奴兵 那這個戰毛也可能不會升級喔 就是一個小小弓來騷擾 而且都知道對方上了城堡了 這騎士已經過來解這個戰毛 所以呢 這邊 義大利就直接出門 頭都不回 也不行去抓這個戰毛 反正 我家裡出來的騎士 就能解得掉 OK那這邊 奴兵 唉唷 差點被這個城堡設置 前線蓋一個TC 有點微妙 唉呀他這個城堡居然蓋這個位置 不是我就蓋這個位置 高地堡 守這個經濟的舒服 蓋在比較相對保守的一個位置 有點微妙的 喔這邊TC開出來 但是 這裡這個箭塔 確實有造了造景東西 好來看一下這個TC 能不能 被這個BK砸爛喔 這個城堡 差距離太裡面了 他只能試到這裡了 那這邊 頭差還是可以靠這個地方喔 投到這裡來 所以就會很尷尬 真的是尷尬 這個城堡的手不太多東西喔 連挖進的人都保護不太到的感覺 好那這邊騎士過來解 各的護衛隊 各的護衛隊雖然不怕禁食喔 但是很怕騎士跟禁龍 很怕近戰單位的傷害 所以能不交戰就不交戰 喔趕快到城堡裡面補血 不錯的選擇 好那這邊 義大利點一下了品種 跟釣龍技術 再來看一下視野 讓自己視野更好一點 好看一下這邊 喔呦這邊居然還拉雷唇來蓋10強 太狠了 就是要讓這隻塔的CP值價值連城 做到他該做的事情 這邊投射出來 前線蓋個BK 但是 魔兵上來想要硬點 能點到嗎 欸一村 哎呀 喔 要在一村嗎 唉唷 唉唷 這次速度蠻快的 好那兩台投射車 現在就在無情投射 沒有辦法 撕到這個投射車 很可惜 沒有辦法 這個城堡蓋的位置就是有點尷尬 巨尷尬的那種 好那這邊 生女很多隻 唉唷 差點被投到 差點被投到就有吐血了 OK 來看一下投射車互換嗎 欸沒有啊 直接點TC 然後被投掉 唉唷 OK然後還是換掉一隻 那這邊生女有在做操作 想要去招搶對面的各種護衛隊 想跟大家回來 這個可以招到 唉唷 那個生女差點被投死了 因為怕被招搶掉了 這邊自滴投車 哇這個義大利太狠了吧 連招工程器的科技也屌 這邊寶怎麼又蓋個習慣的位置 高地寶不香嗎 這個地方不好嗎 這個地方也好啊 對不對 都蓋平地耶 各走平地 好 好各種護衛隊 爆的量越來越多了 兩方 都要準備上帝龍時代了嗎 但是各種護衛隊出了三十之騎 滿大量的 但這邊各種護衛隊出發想要去騷擾 但好像被義大利這邊抓到了 因為他剛剛這邊敲房子 這邊一出來直接被抓個陣著 騎士的量有點少 十四隻打三十隻 差..數量差一倍 有點危險 看要不要再拉幾隻 生女喔 過來手下 然後這邊 義大利可能要再繼續爆騎士喔 不然這個騎士的量可能太少 然後會出於不大事 這邊老頭可以招掉一隻 頭車能解得掉嗎 OK 這個騎士解得好 已經解到了 這邊生女在 抽點遺跡 這邊要硬卡這個DK 但是這邊騎士有點大量 能嗎 要打了嗎 要打了嗎 好 看起來好像沒有打 這邊站了一個高地 高地設定義 喂 這邊怎麼各種護衛隊 砍成白癡的感覺啊 哇 騎士剛剛上一攻而已 二攻正在點 騎士二防一攻 各種護衛隊是二攻二防一攻 兩邊都是一樣 這邊轉出了一些戳戳出來 想要來做反擊喔 這騎士的數量真的是有點多 就要來看兩邊會不會 帶城堡先打一波喔 還是要先上帝王呢 這邊來挖一下上面的石頭 這邊格德已經斷死了 戳戳很大量喔 怎麼感覺隨時都會打起來 欸這要上了嗎 欸看起來是要上了喔 OK 包翔開始 10先招兩隻各的護衛隊之後 騎士一個高地打滴滴 兩邊直接開始互砍 這個血量很OK 騎士很坦 而且打各的護衛隊很強 上面還有攻守 在點這個長槍兵 衝 這個投車也是投爛的對手 哇 這波也是打得非常不錯 有料 這也是有料 好 那這邊第一波大戰 由義大利獲勝 那這邊經濟量感覺是可以上帝王時代了 那格德護衛隊雖然死掉了那一波 但是他的 嗯 均勻很多喔 爆爆 爆這個步兵的數量還是非常非常快 好那這邊 步兵的價格是7折 7折步兵非常非常的省 這邊要再一張了嗎 OKOK 這裡沒有彈道血 射得很歪 OK 那這邊義大利確實點下帝王時代 那這邊要點下 護衛技術 還有這個靈甲 突然是要打傭兵了 我這邊可能都突然開戰了 欸不對吧 哥哥你這樣受 你是想輸是不是啊 他怎麼覺得這樣打得贏啊 好這一波又是義大利的獲勝 好這邊騎士才有繼續服 在上帝王之前 沒有想要打傭兵的意思 OK那這邊確實騎兵給 哥德壓力很大喔 一直被鎖在家裡 但是哥德這邊 川民術是有領先的喔 但這個領先應該意義不太大 因為這邊交戰送太多兵 完全沒有打出他 該有的經濟的價值 連利用時代都還沒有點 不知道他肉被消耗了多少 真的是很慘耶 OK那這邊投車 兩邊有多出 看來要不投了嗎 這邊要投 這邊也要投 好這邊蓋爾高地堡還不錯 這邊蓋爾高地堡 我看右側防守也算不錯 這塊有快金 附近有快金還不錯 能搜到東西 地圖視野掌握還算可以 比這兩個堡還多啦 這個地方 這兩個堡真的是 有點意義不明 少知道東西太少了 不夠有價值 好在這邊 義大利 蓋下了一個高地堡 哇但是右邊大量的哥德 不會對家戳戳想要直接 直擊義大利的城鎮中心嗎 這是有想法的 但是這邊好像義大利有感受到什麼 應該是這個BK有看到 這個視野應該是有看到他往右走 那確實這個哨塔已經看到了 對手往自己家裡衝 這邊開招牢能招到一個護衛隊嗎 哎呀沒招到就死了 好這邊奴兵過來騎士直接硬砍 欸但是這邊戳戳很多 要不然我回拉一下 我回拉一下 但是這時候已經上帝王十大 的傭兵已經開始出了 傭兵二攻二防 我來砍這個 哥德護衛隊相當不錯 OK看一下這邊 那看來是沒有 手點長槍兵喔 已經硬砍了 那還可以的感覺 這個哥德護衛隊怎麼那麼脆啊 瞬間蒸發了 看來這個騎士的量 一直給義大利的正面支持 讓對手的哥德護衛隊 沒有辦法隨心所欲 好那這邊傭兵出來之後 哥德就很難打了 看到包轉出劍勇了 劍勇跟騎兵感覺會更好一點 哥德護衛隊感覺似乎不是已經核心的一個 兵種了喔 感覺先讓他出劍勇更實際一點 欸這邊騎士居然還有升到重裝喔 好那這邊點下三攻 防禦的部分還沒點滿 布巾 布兵板甲還沒有點 先優先點下了鐵鎧匠 這個三級馬卡的部分 那這邊 城堡這邊立了起來之後兩邊對寶的話 那這邊有點小尷尬 這邊會有可能會下來一點 殘頭到這個城堡 那義大利的城堡也是算蠻講究的 因為他先看到對方蓋寶蓋這個位置 他沒有蓋在這個前面的高地 算是細節 因為如果蓋在這個太前面的話 可能一出來就變成高地打滴滴了 因為他這個不夠高 然後往後退一點的話 他遠頭就適量走幾步 殘頭到這個城堡 這樣還是會有一個 可能會有點領先喔 或是 或是兩邊都是一樣高的一個情況 這樣就不會有高地打滴滴滴問題 這都算是一些 帝王時代的巨頭的一個細節 然後你們看 這個城堡在這個位置 那他就很容易一個高地打滴滴喔 雖然這個好像也算平地 應該也不算高地 這個防守來說的話 就不會有那種 就是平地打平地嘛 如果你是高地的話 傷害就減少一點了 那這個巨型頭子機的傷害就不會這麼高了 這邊巨型頭子機出來 這台確實也到了平地的部分喔 那打這個城堡 傷害就沒這麼痛 兩發還扣不到800滴 一發才三台多而已 哇你看這個城堡 確實馬上就掉了 兩台而已喔 就輕鬆走掉了 好那城堡喔 目前沒人再修 我把他底層來修一下 但是沒有關係 三台巨型頭子機 要來硬拆嗎 一發查300滴 還要再投個 四五六發 但是 這個應該是修不回來了 我覺得 這邊一個大開戰 傭兵的話 右邊比較多 左邊傭兵被 殲滅掉了 原來數量不夠 打這個個圖會對 Space有點 不夠力喔 好那這邊 射擊過來就握個招了 左邊巨型頭子機 來這邊 走向對手的巨型頭子機 能擋出這一波攻勢嗎 這個傭兵高低打低低很強 但是 果然 三台巨型頭子機 必然能解交一座城堡 好 這個就是上帝圓的定律 好 這邊 奴兵連續開射 能不能找到一波呢 還是 這個奴兵就不是重點了 打各的負會對幾乎是一滴的傷害 現在是 傭兵才是毒 鼓力部隊了 那傭兵這邊 攻防全滿 不能再強了 兩邊都是一個 極限開打的局勢 好那這邊 轉出了火槍兵 OK 那義大利打火槍就是比較準 直接給你打八者 八者火槍兵 我走了 那這邊看 因為哥德爾要等出戰矛 戰矛打火槍會有用 但是打傭兵就是 誰爛 哇 這邊直接被一個大開槍 全部 哥德爾會彈血 而且正面有點打不太贏的感覺 這邊還照一個騎士來解這個 巨型頭子機 這邊還特地把騎士拉上去 來個高低打低低 哇 這個細節真的是很可惜 差一滴 還是掉了 才剛剛講完就爆了 好那這邊兩台巨型頭子機要再過來 然後來解這個城堡 在這個城堡 蓋的位置實在是太刁鑽了 好這個可能是沒空好 直接直接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兩台巨型頭直接送掉 火槍兵想給 哥德爾會隊壓力很大 因為火槍打步兵是有額外傷害的 那家裡 這個重打穿喔 進去裡面BBQ一波 這騎士卡 749天終於戳進來了 但是這邊已經有急兵在等著他 好這邊 巨型頭子機決定要先拆附近的建築物了 先拆這個城堡了 畢竟這個再往前又要變 又變成DD了 又會很難打 好這邊騎兵過來 要來硬拆這個巨型頭子機 可以嗎 告告的護衛隊跑開了 哎呀 但是應該沒問題喔 這個輕騎兵的傷害病沒有那麼高 要解掉有點 那 OK 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又打臉 呵呵呵 但是有更多騎士過來想要來 解這個巨型頭子機 看起來是沒問題 而且這邊是高地喔 哇 一大力就一直死守這個高地 好這個巨型頭子機被火炮點掉之後 火槍站這個高地 按D喔 站守崗位 欸這邊怎麼上了 欸 火槍直接硬點 欸這個城堡底下這樣射沒問題嗎 雖然隊友奇兵在擋這個箭矢傷害 欸有彈還是被射到一發 這個城堡看起來是沒救了 哥德這裡並沒有一個很好可以防守巨型頭子機的辦法 機動性不太夠 不然要上去硬貼 但上去硬貼的話 畢竟會被這個火槍壁給甩槍喔 好火槍兵 看到對手過來 直接一發開槍 一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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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 彈丸雖然射得慢 但是傷害始終 好 哥德破衛隊要上了嗎 現在要來硬拆了嗎 看來兩邊交戰的感覺 看起來哥德破衛隊似不可擋 好 巨型頭子機 兩發頭的掉嗎 沒頭掉 剩下1000D的石頭被拆光了 那個直接趕快拉掉 這火槍雖然還是很大 火槍裡面還繼續火了幾隻 奴兵 哇這個奴兵從城堡時代 火到地龍時代還沒死 這個控兵是控的很好 好那這邊家裡持續被BBQ 這個洞還沒補起來 終於想到要補了 但是補起來之外這邊 木頭可能又要再BBQ一次了 哇這邊操兵有點失誤 直接到城堡下面開射 可以射了幾發箭矢還行 像不就死那樣子 好那這邊巨型頭子機要造兩台 那義大利的巨型頭子機 能再擠出兩台嗎 應該是可以了 那義大利這邊也太有錢了 2800多塊 好這邊一個開戰 哥德破衛隊要上了硬拷 好那這邊義大利的火槍非常大量 是12隻了 火槍對上43隻的哥德破衛隊 哥德破衛隊現在目前領先 火槍剩下30隻 那這邊甩槍甩的有點慢 因為他的射速就是比較慢 而且只能一次集火一隻 那這樣一直被貼著打的話有點尷尬 阻力還是要有點傭兵喔 沒有傭兵的話確實有點難打 這邊義大利的MAX有點省 畢竟省過頭了 一直想用火槍擺一票 導致他這邊火槍兵 喪失了非常大量的一個單位 那這邊有大量的火槍補到城堡裡面 好該是沒問題 好這一波交戰來說的話 兩邊都是血虧 但是這邊均勻投石機能做到一個很好的輸出空間喔 輸出時間有點大 那應該沒問題 這個城堡應該是要掉了 這邊修城堡的人有點少 而且傷害投石機的話 就很難修得回來囉 這個不拉個石村來修的話 就很像修不回來 而且 可是他這邊有點防禦喔 這包血量蠻多的 但是還是沒辦法 看來是要掉了 兩發 下去 這邊想要來用傭兵硬開這個巨頭石機 唉唷 這個投石機確實被兩台傭兵給... 點掉了 好不是兩台傭兵喔 一些傭兵給點掉了 這邊請示在過來硬砍這些 有些... 葛德國會再跟錯錯 火槍兵要再繼續出 呃... 傭兵啦 傭兵要不要再來一點 傭兵再來一點的話 感覺錯了 好 這邊直接解掉一台巨頭石機 沒問題 不穩欸不穩 看都很穩 這個火槍再繼續 啪啪啪啪啪啪啪下去 格爾德都會受不了 格爾德剩下十百塊阿 印大利好一千多黃金 好這邊繼續開啪啦 啪啪啪 啪啪 好啦你看這個甩槍 啪啪 沒啪一次 就大量的步兵倒地 這邊是蓋什麼 蓋軍銀 繼續補下更多軍銀 要來爆... 兵 那下面這邊有一些戳戳 還阻止這邊村民 被肉馬砍 已經供用了快石頭阿 好那看起來 格爾德護衛隊 要這樣子硬打的話 不太妙喔 好那這邊 義大利攻擊下了三級遠方 那這邊 火槍的防御率就更高一點了 但是也只是多一喔 被這個格爾德護衛隊打還是很痛 喔這邊很細節 直接把騎士擋在這個高地 然後讓這邊火槍兵 無情輸出 那更多的傭兵被造出來 應該是沒問題的 攻擊10加4的傭兵 防御了優 而且很便宜 上面繞了幾隻肉馬來 砍這邊挖洪丁的村民 這邊也挖穿了 這邊要繞進去也是OK的 但是現在 主戰場在正中間喔 其他地方都小鬧小鬧 好那這邊 格爾爾終於打出了GG 哇 哥德有點慘 是不是經濟有點沒起來的感覺 感覺他經濟是不是晚上了 啊真的啊 怎麼感覺最近看比賽 輸的人輪走都太晚上的關係啊 所以導致輸的 感覺經濟一樣沒有那麼好 雖然抽名數多 但輪走都是比較晚點的 連手推車也是 欸但這邊手推車比大力還早 看來 這一場還是因為兵種的關係喔 哥德爾沒有辦法 對火槍兵做出一個有效的 一個打擊喔 所以火槍兵的數量一直存在 那哥德爾的話 黃金一直被消耗掉 沒有出一些戰喔 去硬點這些 火槍的關係喔 導致這場比賽打得非常痛苦 好那這邊哥德爾 木頭2700 食物是 喔不是2000 是2700 有理 新義大利喔 木頭跟食物都是有領先的 但黃金樹的話 義大利有與控圖比較早 控圖與控比較好一點 那黃金也是有比較多喔 那這也是細節的部分喔 那遺跡產出是3965 那哥德爾火衛隊這邊 確實雖然很便宜啦 但還是需要金礦 金礦差了快5000 有這5000的話 這哥德爾火衛隊也是可以出到蠻爽的 那沒有辦法 畢竟 太早期被對方控的兵 前面幾場大戰也打輸了 所以導致這邊 哥德爾沒有辦法拿到主動拳 所以就很尷尬 所以 後期 火箱出了 又剛好遇到義大利 義大利的火箱又便宜 所以這場比賽算是 哥德爾的一個全面潰敗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